苗栗县下届县长选举候选人登记今天下午五点半截止,共有四人完成登记,包括或民进党里让参选的五党级头份市长徐定真,57岁,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级县长徐耀昌,63岁,民进党县党部执委朱太平,63岁,以五党级身份参选,还有五党级宗教文化艺术工作者黄玉燕, 57岁,也登记参选,县长徐耀昌曾任二届头份镇长及四届立委,或党中央征兆竞选连任,他的证件包括以南北携手跃进,山海共享曼活为施政铸轴,朝观光科技大县迈进,持续营造三亿,南庄国际曼城及发展苗北,苗中,苗南及苗东四大区块,形塑18乡镇式特色, 联合跨区域治理建构移居的幸福城市等,头份是徐鼎珍具地政市及不动产估价施资格, 两届将任满或民进党礼让角逐下届县长选举,大党副舰长人选是五党及竹南镇长康世明, 参选理念是五党五派,清廉执政,强调用人为财,提出改善财务接触中央控管,免费营养午餐,活化共产, 使出未征修公社的及打造科技新苗里等证件, 民进党县党部执行委员朱太平不满下届县长,选举民进党没有提名而采礼让方式, 因此以五党籍身份登记参选,强调要为民进党籍苗里人而战, 提出解编不合理的土地规划欢财于民,争取兴建逐东至南投的山城高速公路, 规划西海岸丰店专区及争取苗61县大湖至泰安的建设经费等证件, 从事宗教艺术文化工作的黄玉燕曾参选过一次县议员, 两次立委,参选县长一样力推他的创富苗历十大经济建设政策, 融合观光旅游与宗教文化,整合各乡镇的洞线打造苗历成为观光圣地, 带动环线观光旅游,推出三天二夜的进香潮声团, 凌晨修,自由行等,吸引国内外游客来苗栗消费。 民进党县党部执行委员朱太平, 又不满下届县长选举民进党没有提名而采礼让方式, 因此以无党籍身份登记参选。 报戏资料照片,分享。 苗栗县长徐耀昌、钱中,或国民党中央征召竞选连任, 提出建构已居的幸福城市等证件。 报戏资料照片,分享。 从事宗教艺术文化工作的黄玉燕、左, 参选县长力推他的创富苗历十大经济建设政策。 报戏资料照片,分享。 无党籍头份市长徐定珍, 钱中,参选苗栗县长, 大党副舰长人选是无党籍竹南镇长康世明, 钱佑,参选理念是无党无派, 清廉执政。 报戏资料照片,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资料理由栋栏文化。 收藏 转发 打资料理由栋栏文化。